近日 俄罗斯宣布将会在苏武器隐身战机的基础上开发出舰载机型 而对于这个消息呢 有不少人认为他们根本实现不了 那么俄方能否完成这个计划的研制呢 如果完成之后 舰载版的苏武器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俄罗斯为什么要研制舰载版苏武器 首先呢 五代机是以后天空的霸主 这点在目前看来呢 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五代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研制出来 其中也就只有美国拥有舰载版的五代机 也就是F-35C 目前这款舰载机已经装备到美军及其盟友的海军部队了 至于俄罗斯的五代机苏武器 虽然号称是五代 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五代机的标准 其充气量也就是一款四代半多点而已 特别是从它的隐身性能上看 设计的并不算很优秀 因为目前各国在隐身战机上的硬指标 分别是辐射源 座舱盖 雷达舱 以及进气道的隐身性 例如美军的隐身战机采用的都是一体式座舱盖 但是苏武器无论是在座舱盖 雷达舱处理上呢 采用的还是传统分体式座舱盖 就这带来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座舱盖会有缝隙 别看着小小的缝隙 它增加的雷达反射面积 可不是一星半点 根据实验数据显示 单条40厘米长的直缝隙 平均反射截面积就有-30到-40dB之间 甚至在高峰值时可以达到2xdB等等 这样的数值算是相当的大了 会影响到战机的整体隐身效果 所以美军的F-22 F-35都会避免机身连接缝隙过长过大 其接口处呢 也是采用锯齿状处理 而俄罗斯的苏武器在这方面处理呢 就比较粗糙了 正面和敌机相遇时 雷达罩的反射源无疑将阻碍它的发挥 这就等于是平白无故地增加了雷达反射面 让对手去操练 除此之外 苏武器对发动机的叶片遮蔽也不算到位 特别是从进气道望过去 就可以直接看到发动机的叶片 这也会增加正面雷达反射界面积 此外呢 在五代隐身战机开始减少正面突出的情况下 苏武器还在座舱盖前方保留了一个圆形的101KSV红外探测和跟踪头 再一次无形增加了反射界面积 所以说 如果按照五代战机的标准进行评价的话 苏武器是明显不符合这些要求的 所以即便俄罗斯真的将其改装成舰载机 实战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苏武器在研制之初 是一款不强调舰载使用的战斗机 而美军的F-35在研制的时候 就已经规划出了三种机型 分别是陆机版本的F-35A 以及垂直起降版本的F-35B 外甲海军的F-35C 其中F-35C的尺寸在这当中是最大的 而且为了在航母上使用 还设计了机翼的折叠结构 尽管舰载版本的F-35C服翼的进度不够理想 但是丝毫不影响 它是全世界范围最优秀的舰载机之一 目前俄罗斯的苏武器 对外公开的资料其实并不多 已知的缺点 也就是咱们上面提到的隐身性较差 和其他的隐身战机相比 它应该是目前五代机中最低的一款 但是它也有优势 那就是重量和体积比较大 特殊的弹舱设计 也可以兼顾大尺寸武器的安装 因此它具备比较强的攻击能力 所以从理论上讲 如果俄罗斯不考虑舰载版苏武器隐身作战的性能 顺着苏-27变成苏-33的思路 是可以很快研制出苏武器K的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 目前要考虑的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而是是否能如期的建造新的航母 以及库斯涅佐夫号能否顺利完成维修工作 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出现了下滑 特别是在航空工业以及舰船的制造 当前唯一一艘航空母舰 是常规动力的库斯涅佐夫号 不过在2017年执行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之后 这艘航母就已经陷入了无法使用的状态 进入船厂展开维修升级 时至今日维修工作仍然没有完成 且不谈俄罗斯在技术方面的缺陷 现如今俄乌战争还在继续 资金上的短缺 或许会让库斯涅佐夫号的维修陷入更大的困境 什么时候出港 仍是个未知数 也就是说 苏武器在未来很可能连载体都没有 这点其实很早以前呢 就有很多专家分析过 当然了 任何事情也都是有变数的 万一俄罗斯国防部照顾俄海军 让库斯涅佐夫号完成了维修和改装工作 那么舰载版的苏武器就有了价值 不过这样呢 还是避免不了使用效率较低的滑越甲板起飞 想要让舰载机的放飞效率和战斗实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那就必须用上先进的电磁弹射外加直通甲板 同时航母的吨位至少要达到8万吨 显然这些条件呢 目前的库斯涅佐夫号都不具备 虽然在9月3号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公开表示 目前俄方正在开发新一代航母所使用的电磁弹射技术 但是四年过去了 这个时候才宣布要建造电磁弹射的训练和研究设施 明显在进度上落后的不是一星半点 更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了解俄罗斯到底还有没有建造航母的能力 曾在2010年 克里姆林宫制定了一个十年国家造舰计划 然而到了2020年时 除了在潜艇领域的完成度达到了75%左右 其他舰艇的建造计划都没有超过40% 尤其是护卫舰的建造计划完成度甚至只有20% 可见俄罗斯海军的造船工业远远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宏伟计划 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失去乌克兰的工业支持 本国造船厂的落魄以及军费的不足等等 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 造就了如今俄海军的窘迫局面 俄罗斯又如何能造出新航母呢 而且根据推算 俄方新造一艘轻型航母的价格 可能将超过100亿美元 其中还不包括技术 舰载机等方面的投资 这笔钱算下来 几乎把俄海军一整年的全部经费都砸进去 也不够花 更别说 他们还得把这笔钱的大头 花在维护核潜艇部队上 导致目前俄罗斯公布的航母建造计划 基本上都还处于PPT或者是模型阶段 所以俄军目前最缺的不是舰载机 也不是航母 而是2到4万吨的多用途两栖攻击舰 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直升机 或者无人机来进行作战 性价比呢 明显要高于建造大吨位的航母 外加新舰载机 而且以俄海军现在的规模和经济情况来看 一艘航母就足够用了 因此舰载机的规模 顶多也就是10多架到20架出头 专门去研制一种舰载机 显然是不符合发展的 这里就又有一个问题了 俄方将苏武器改装成舰载机的真实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其实很容易就猜测出 那就是向印度出口 冷战期间 印度一直是苏联重要的出口国之一 目前虽然印度更倾向于武器采购的多元化 频频从美国 以色列等西方国家引进高技术装备 但是印度无法否认的是 他们的武器技术标准 还是以苏制武器为主的 而这种现状起码在二三十年中是很难改变的 现在印度海军正在建造两艘国产航母中 维克兰特号已经在9月2号正式服役了 因此他们对于舰载机的需求自然是不必多说了 起码要有60到80架的需求量 因此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大订单 同时印度海军唯一拥有战斗力的超日王号 也是印度花费了30多亿美元改装费用从俄罗斯那里买来的 这款航母搭载的20多架米格29K 是俄罗斯米高阳设计局 在老式的米格29中型战斗机基础上的改进型 研发资金也是印度提供的 此前俄军也采购了一批用于替换 库兹涅佐夫号上的苏33战机 但是米格29K在印军和俄军服役后 实际表现并不理想 甚至俄军在叙利亚战区部署时 还曾经坠毁过一架 因此印军已经表示将不再采购米格29K 但他们不再采购 那么印度航母的舰载机又从何而来呢 国产的光辉战斗机显然不行 毕竟目前的光辉战机40年下来 一共生产了20来架 平均等于每年生产半架飞机 其中包括了所有的空军型和海军型 而印度真正正式装备的实际上 就更少了只有十几架 至于海军 其实他们一直都没有宣布正式裂装 也就是说 在2018年就早早完成 实际上舰起降的光辉战机 恐怕就只有那一架 而全部海军型是非的光辉 加起来估计也不会超过三架 同时还有传闻称 那架完成实际起降的光辉战机 在没有全面完成的震落试验的情况下 有可能起降这一次就接近报废了 质量上根本无法保证 还不如改型后的米格29K呢 再加上印度海军本身就对光辉上舰项目很不积极 甚至比其空军引进光辉的速度更慢 至于期间的原因呢 了解印军采购武器一贯作风的朋友自然都懂 因此新型航母的舰载机 那就只能从国外产品中选择了 据了解美国波音公司曾经极力向印军推荐 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而它的性能自然也不必多说了 它是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连队的主力战机了 根据咱们上面的分析 各位朋友应该很容易就看出 这个半路杀出的超级大黄蜂 对于印军来说 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曾口头同意向印度出售核反应堆技术 和电磁弹射器等大型航母所需的相关技术 也就是说美国不仅仅会卖给印度舰载机 还要帮助印度自建大型航母 虽然特朗普目前已经下台了 但是60到80架舰载机的订单 波音公司肯定无法拒绝 毕竟人人都知道印度是舍得花钱 因此这才是俄罗斯军工企业 急于研制舰载版苏武器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呢 如果舰载版苏武器是俄海军自己用的话 那就比较尴尬了 毕竟目前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 还在维修之中 重新服役的时间还不好说 即便是他顺利完成了维修工作 但是他对于苏武器的需求 估计也就是二三十架 为了这点装机量 专门去研制一款舰载机 这对于本就不富裕的俄罗斯来说呢 等于将军费花在了刀背上 而除了自用以外呢 其他国家大概率也不会去采购 即便是印度舰了 也会直摇头 首先是印度海军手中的 这航母排水量比较小 起降像苏武器这种重型舰载机 实在是有点太难为人了 即便是硬着头皮上舰 搭载数量 则要比重型舰载机少很多 其次 虽然苏武器是俄罗斯的第一款 五代隐身战机 但是在隐身性能方面呢 实在无法与其他国家的五代机相比 最后则是 当年印度在俄罗斯 共同研发苏武器项目时呢 投了不少的真金白银 可谓是起到关键作用的金主 但是后来因为双方分歧比较大 印度选择退出了该项目 至于之前投的资金 俄方呢 也没有退还 所以现在要是再跟印度提出 有一个苏武器舰载机项目 你要不要参加 估计现任印度总理莫迪一听 表情都会突然凝固下了 所以说实话 对于俄罗斯来讲 现阶段不应该在苏武器的基础上 搞出一款舰载机 而是想办法优化好它的隐身性 提高一下综合作战能力 根据俄罗斯最新的报道来看 生产苏武器的阿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 正在修建新的基础设施 来进一步增加产量 其中新设施呢 包括用于测试机载无线电设备的试飞厂房 燃料库和发动机测试台等等 准备在未来几年 向俄罗斯国防部交付76架苏武器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